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门儿啊 门儿啊 谈见萌 看人 走走走 哎 慢点 一 喝 喝 谁啊 是啊 找一个 承认失恋的方法 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家 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茶 请在记忆里画一个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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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十块钱吗 至于哪里 至于哪里 春来了 花开了 你走了 我留在这里 你还不是妈 爸 哪里也不去 可是我好爱你 我想再看看你 想和你能永远 永远在一起 我回昆明以后 你会做什么呢 等你回来 你在地球 在另一面 我怎么告诉你 有请费启明 带来倚天屠龙记插曲 刀剑如梦 师傅 这里是罗先生的外卖 外卖 刀剑如梦 你含有福气 有这么孝肯的儿子 没有 那是我叫笑语 这是干嘛呢 装好人 爸爸觉得跟你这样的 多在一天都是吃肉 所以他才活不下去了 你出事 哪一个人找现在都找不到 嫂子 但请你相信我 李渭姐真的是最大的嫌疑犯 爱也匆匆去也匆匆 恨不能相逢 爱也匆匆恨也匆匆 一切都随风 光笑一声 常态一声 快活一声 悲哀一声 谁与我生死与狗 想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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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夙后 大家好 我是范建田 这里就是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 全网VIP专享节目 演员不按集 太后我是菲萍 嗨 我们这个节目一波80ق 第一期的时候呢 我们旁边坐的人是谁呢 夏宇雪 天地河 演员不恩基 这个就是我就是演员 网络真相版 演员不恩基 大家就觉得以为 就是说每一期都是 我们所有的这个学徒们 大家坐在一起各种 后来发现根本没时间 每个人不是排戏的时间点 是不一样的吗 而且重点是有没有钱 起名是比较晚一点了 第几期来的 第九期 你好 好久不见 洪姐 我觉得我就是演员 这个舞台 我觉得其实特别好玩 就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觉得说可能在组里 拍戏的时候 可能是一种状态 然后来到这之后 特别紧张 特别怕出事 因为怕自己那种 没办法应对舞台上那一次 紧张吗 紧张 因为到半决赛了 你不用紧张 我比你更紧张 但后来彩排之后就发现 爸爸说跟你这样 多在一起 就相当于拿着工费来 还在上了很多表演课 我一天都是耻辱 我觉得很棒 对 那是没被骂过 对不起 最后请李成如老师发力一下 让他感受一下 什么叫人间冷暖 好 那么从这个 10月3号的第一期开始录制 一直到现在 我们总共其实 这个三个月的时间里边 总共是16位挑战嘉宾 14位学徒 22位导演 43个作品 当然还有非常强大的 我们幕后的编剧团队 和非常多的优秀的助演 共同完成了这一次的 这个表演的创举 而且我觉得应该算是 中国的表演史上面 真的可以说是 巅峰对决来形容了 演员本机接下来 要进行一个颁奖典礼 你给我九个奖项 首先第一个是 最宠徒弟奖 好 最宠徒弟奖 张国立老师 今天说要把我们学徒都打散 然后让自己去应聘工作 有工作的就有角色演 然后没有工作的就看着别人演 我给你弄一个角色 他是我学徒 他是你学徒 我必须在管他 不管怎么样 咱们站一个 有背景就是不一样吗 本来三分之二的机会 现在只剩二分之一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 我们这筷子都是干净的 好啊 好啊 我想吃这个馒头 吃 馒头打开 那么硬口 对 还有再加一块 好 我给你挑那个半肥瘦的 小女孩都怕长胖 你看 来 这多好 谢谢国立老师 他每一期都在鼓励我 包括这一次学的河南话 真的很艰辛 我觉得整个过程都痛不欲生 也都是国立老师 一句一句录音给我河南话 我晚上回去再自己再去学 所以我很幸运 我可以来到这个舞台 我可以有国立老师 这么好的师傅 因为其实有很多 每一队的师徒之间的感情 就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跟钱昊老师 就兄妹感更强烈一点 其实我觉得 国立老师对文琦 是最最像老师的 两个人年龄就下场就比较大 然后包括他就是 真正手把手的各种角色 包括跟编剧讲要把文琦的角色加进去 包括手把手的焦塔 好 下面一个奖项 第二个奖项就是 最后师傅奖 颁给我们的甜甜姐范甜甜 然后据说有一期 好像是秦昊老师 给我呀 对 帮给你 我都在了 你不给我 不好意思 大意了 又哭 不是 我觉得秦昊老师太不容易了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上一次 上一轮秦昊老师的成绩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的压力特别特别的大 我觉得这就是刻板印象 咱们今天在台上都没把这个撩开来说清楚 可是我认为今天演到现在 我们的情感是真挚的 我觉得秦老师 他对于他这份军人的这份理解 也是完全做到的 我觉得自己人 咱们在外面就得护着 成绩垫底的话 对于像他这样自尊心 那么强的一个人 他肯定受不了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给他 就是铺两岁 我必须力挺他 而且让他要坚信 绝对不应该是最后一名 在我心中就是第一名 好 鼓掌 我就有情有义 没有办法 好 下面一个奖项 最会掉泪奖 让我们把这个奖项 送给马思春 舞力蠢蠢 你有儿女 我有儿子 我们得把他们养大 鱼正高 他没等着你啊 你看他 他没等着你 四百里三天 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从你以后 找个替你画的小媳妇 过你们的小日子 我这个李太太 就当到今天了 干什么呢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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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对不起 妈妈 对不起 李敏还等我 李敏 我爱你 他来了我们这舞台是四次啊 哗 哗 各种哭 我觉得他每一次遍都非常有水准 而且我觉得都是有不同的功格 和不同的哭展现在里面 所以我特别喜欢他 你打开 之前我有看过他的另一个电影就是 《风中流都以作云》嘛 然后还有很多他自己之前的电影 我觉得他哭戏很打动人 他没有说像很多人演戏的时候 就一直延续一种哭法 我觉得每一场 你不会记起他前一场是怎么哭的 你只会单独斟着 于他这一场的哭戏的表达 我觉得很厉害啊 下一个奖项是最佳团剧奖 颁给我们的刘晓晴老师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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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小清姐 吴平老师 吴平你跟姚老师 我贴啊 但是我也没想到 你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婉儿不知道 婉儿 你看 他们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了 他们在逼真 他们要是杀了真 婉儿 你真的没有看到吗 陛下 陛下你太累了 咱们谢谢吧 可以进吗 有什么 哎呀 小心 哎呀 真是 四季 四季会合 四十年 拜见钟唐大人 钟 本官李洪扎 李 你就是那个洪夫人 请进 我要惊讶一下 只好临时抱佛教人 你这次要来演什么 我让您猜啊 我让您猜 我让您猜 一望祖训垂帘听政 这是不是 也是算破了规矩啊 皇帝年幼 满朝皆知 只不过是暂时 让两宫皇太后 处理朝政 合情合理 有什么问题吗 小兴姐在五个印象当中 就是很大 对 大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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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觉可能不太是我 真的能碰得到的 对 因为我想到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隐形了 大明星那种 就只有在电视上 才能一窥蒸笼的那种 大明星 而且他的美 很多作品就是 你再看好几遍 你再看好几遍 哇 太厉害了 还是厉害 还是厉害啊 最佳语言天赋奖 颁给文琪 骚子 骚子 你要干啥子吗 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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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了 说 我愿意刺孔年 可我吃了太飽 蹲不下 台湾出生 苏州长大 北京学习 文琪还是非常厉害的 方言表达的这个价值 是一个演员非常重要的 一个功课 你会解门 就是我家是大连的 东北肯定说很多话 带一些口音在里面 你说个方言 我听听 剥落盖卡吐露皮了 你剥落盖卡吐露皮了 你得说点这种厉害的 就是我们都没听过那种 口音重的那种 黑战即将是 寂寥冯夕古兵里好远 好 下一边一个奖枪 下边一个奖枪厉害 对直言不会讲 要帮给我们的范田田的老师 秦浩老师 把巅峰对决说成疯癫对决 他是始作用者 我觉得咱们这个巅峰对决 应该是那疯癫的癫 疯子的疯 太刺激了 我朋友拍也用不了 以我经验 能拍这么多今天 能用四十秒不错了 所以你们费着劲干嘛 费着劲干嘛 你有想过要争这个人吗 没想过要争第一 我争第一争第几个人 能咋的也不应方应地的 来了这么多期以后 我觉得能走是最大的解脱 当然也不是全美好话 我觉得这个节目相当于 真的我个人感觉就有点 类似于宗艺界的好莱坞的感觉 都特别专业 你要给他们要 他们有这个能力 秦昊老师 秦昊老师其实是个细痴 其实有一些本子我看特别好 选这个本子的话 就稳拿的感觉就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 作品是占很大的分数的 对 我说你去选他挺好 他说不要 他不管 有一些我说不讨巧 现场观众不吃这套 也不管现场观众 就是西北大 他说那你最后你管管我吧 他说不管 其实我在他身上看到 很多专业的精神 他也跟我讲了关于 他对表演的一个认知 他说每个人的心目中 对演技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他可以告诉我的是 他世界观里 最高级的表演是怎么样 他希望把这个概念传给我 让我知道 对一个高级的表演的 一个衡量的状态 能够知道他这种标准的话 对我来说挺受益非浅的 下面一个奖项要颁的是 最终颜艳奖 让我把这个奖项 颁给我们的李承如老师 我希望你珍惜这个舞台 不要这个动作 好的 别在外形上老找那些表面 力度那儿不够 少无边烂造 我不相信你是这个连长 我从心里之后 就反对他俩上来 你让我再评他们干嘛 你说是不是失败 我觉得李承如老师 在巅峰对决这个节目里面 简直是最佳第六人 他的存在非常重要 因为也代表一部分声音嘛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承如老师人还蛮好的 有些话可能听起来 没有那么圆滑了 感觉可能有些刺耳 但其实我觉得他就真是 表达自己的想法嘛 没有问题 多好啊 多难能可得的人啊 人嘛 就是要学会听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对 承如老师加油 加油 加油 好 下一个奖是我这边的最后一个奖 最后一个奖要颁给最勤奋导演奖 关锦鹏老师 据说关锦鹏老师在巅峰对决当中 独揽了六个戏 超独揽的 看像子叶 真的做做准备 怎么把那个位置定好 这边是不是可以有一几个风吹了 或者裂掉了破掉了 搭错车 鱼老师你每一遍都在哭 我怕你辛苦 双十计 这你越诡异越好 可以 我来的 都用蒙古来的 太少林郎那种感觉 这个东西要调整 还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闺蜜的情感 我觉得到既骂又吵又 关锦鹏很厉害 因为我在上一季的 我就是演员里边的 你说话是关锦鹏导的 他是非常严格 而且他就是非常细化 非常细节 他特别女人戏什么 都掌握得很清晰 我记得上一场 在点评的时候就说 关锦鹏其实最适合调整 那种细腻的女人之间的 那种情绪感 对 我们这次不止关锦鹏 这么大的导演 还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大导演 是亲情加盟我们这一次 有很多年轻的 新锐的导演 就特别年轻 比我都年轻好多那种的 我觉得他们的作品 让我眼睛大放光彩 我又觉得说 这个时代虽然是一个 交替的时代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 这种文化的不同的碰撞 新导演和旧导演 就年轻演员和可能上了年 实力演员 实力演员们 一些的碰撞 才让这个舞台更加精彩 下面一个奖项 让我们看看 最牢苦功高奖 最牢苦功高奖 还会有谁 我们这个节目 这么多季了 一定要交给我们的 刘天驰 天驰老师 其实从2017年 第一季的演员战身开始 三年时间里 无数的 往返于北京 两周就是天驰老师 不要这些东西 这个也撤走 这个也不要 这么小不行 等会儿 下一把我连的时候真打 绝对真打 要让他适应 因为他会假 他再往前上一步 我记得您用话就能勾的一个人 还用那个勾的吗 然后你再甩 对 看得团忍一点 觉得这三年我过来 每一期都是这样 这三年我来到浙江 到现在为止 不知道西湖长什么样子 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感触 天驰老师有教你吗 有教有教 天驰老师真的 我觉得他太刻苦 太认真了 我认识所有人当中 他经历是最旺盛的一个 他比我经历都旺盛 他一天可以演四个戏 我的天哪 而且一个戏三四个小时 都能不能在演 而且天驰老师 其实热心也热情 对 他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只要对他有问题的话 他都会 很认真地帮你解答 对 其实有一次 我有一个戏挺难掌握的 就是一个小偷 然后他的手背 他师父掰坏了 有一期这个 就特别疼 我这种疼痛感是怎么掌握 我就很认真地给他发 然后他说你等我 等我就是 我空下来 我好好跟你讲这个事 那我觉得他特别好 因为他不导我们 他还会认真地跟我讲 说没关系 你先别着急 什么什么什么 天驰老师有说 说你不管几点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就直接给我发微信 他就可以直接回你 演员都有信念感 特别像天驰老师这种 对表演事业 就是也非常有热情的老师 我觉得对学生来说 也是好事 如果谁更懂 我就是演员这个舞台的话 应该就是刘天驰老师了 对 你觉得整个下来 你有什么受益吗 我觉得就真的是 拿着工费来上了 表演课 表演课 而且真的是 你平时可能在私底下 你也上不了 你怎么可能上得了 像洪姐 张国立老师 还有天驰老师 张继忠导演 这么多人在一起 去教你怎么演一场戏 所以我觉得老一辈演员们 他们来这儿是崭新 自己对艺术的一个追求 我觉得对于新演员来讲 我觉得就是一个 魔力的一个过程 就哪怕在这儿看的 我觉得就很难得了 我觉得他们都很亲切 对 大家就生生地热爱着这个行业 好 因为这个经费有限 我们只办法来九个奖项 但是值得办法来讲还是很多 比如最百变造型奖 张大大 大大也不容易 对 最佳综艺效果导演奖 是田雨昕 我觉得特别好 我以为你灯是安静了 被冻的 结果你是外卖 女生导演真的很棒 我跟她合作很开心 最佳插曲奖朋友令 I believe 来人一定我们能遇到一个 天天黏着我们家小的帅男生 真好 你看了也会难过 这家服装奖李宇春说法厉害了 今天还就要丰收了 我想改个小仓库 他们同意 这家致敬奖 刘洁老师的李宇春的猜想 我没变成意思 你就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这样讲一下的话 感觉一幕幕的那些老师 都在我的面前经过 我感受了最后一期了 好 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 即将收官 我们的《演员不恩吉》这个节目 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个段落了 希望在演员这条道路上 大家都有很好的发展 拥有自己的经典角色 实现影帝和影后的梦想 我觉得这句话说完真的很难过 因为我虽然从来没有得过影后 因为我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厥词 说自己想拿影后 现在经常有人叫我 直接就叫我影后 就是多到 我已经觉得我好像拿了 开心吗 真的要去的话 我就会去 我好像不是拿过了吗 就还好吧 梦想总是要有的 演员不恩吉 为梦想努力 加油 真的没有一句对上 非常有默契 特别棒 特别棒 拜拜 拜拜